你会不会好奇这个新的 Vios 跟旧的 Vios 相比呢 谁比较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 3.75 代 Vios 而且是 GRX 版本的车主 来跟我们做一个影片就是讲 他以这个老 Vios 车主的观点去看这个新 Vios 看这个新的 Vios 有没有记好 来 车主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 大家好 我叫令辉 很久不见 去年我有上过这个频道一次 是 对 因为去年我们就想拍这个节目了 然后可是因为车拿不到加上其他的原因 又一直 delay 到现在 这样子我先想问你一个问题先啦 为什么你会买这个 Vios 的 GRX 买这个 Vios 主要是有几点啦 首先第一点是我觉得 safety features 比较多 就是它有那种 360 啊 然后 Pre-Collusion System 然后 还有一大堆的 那些东西啦 啊对 等等之类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外观比较 sporty 哦 你看它那种黑色那种 rim 也是不一样一点 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你不要买 G 然后你买 GRX 因为我就看到好像买 G 有人比较多那个时候 对 因为它这个也是推出了几个月 然后就有新的 Vios 出来了 如果没有错的话 嗯 就那个时间我买哦 嗯 你的车是几时拿车的 哦 是 2022 年 8 月份 2022 年 8 月份 8 月份 现在你又载了一年多 然后你 8 月份拿车这辆车是 5 月 5 月 launching 这样子就是 9 个月 像隔了 9 个月 对 你现在有没有后悔没有买新的 讲没有是有一点骗人啦 所以是真的有后悔的 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个外观设计 真的好看很多 尤其是内饰方面哦 真的很有质感 然后旧款的叻 就真的很多 Hard Plastic 大家俗称的那个 敲才有声音啦 Coppa 有时候我看到它比较亮一点 哦是哈 对 这我不懂 因为我其实如果我个人吼 我是比较喜欢那一个的车头 但是 对我来讲 如果 漂亮跟实用来讲吼 肯定选选选选选选选 这会比较亮的 真的这个比较亮一点 是哦 OK 那我比较喜欢那个车头 这个车尾 哦 所以你自己 Design 也是比较喜欢那个啦 对 那个车头是真的好看一点 OK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吼 Synthe Vios 你有没有听过人讲它的 内装设计的部分 因为我们时常看社交媒体嘛 它的内装设计好像是比较多争议的部分 这样子我先不要理那些网民的眼光啦 就以你这个旧Vios的主看新Vios啦 这个内装设计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比起旧的叻 旧的真的是很 古代传统这样子 现在的话很Digital一点 OK 然后就好看很多 然后虽然讲它有点像某个Brand的一个车型啊 因为它们都是DAS2做的 但是我觉得 Overall来讲是很好看的 其实是好看的是不是 只是可能它们有相似度 人家会觉得我们这么这样像的 但是其实是好看的是不是 它无可否认是好看 然后你讲的Digital 是不是讲它的那个screen啊那些 对 那个analog啊 然后那个dashboard那个 那个长级啊 那个是电视机 这个就是真的好看 一个屏幕 其实蛮好看的是 Meter 可能你看照片吼 你没有什么感受 可是如果你在真的驾这样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Meter 其实还蛮好看的 对 因为那个很难看 还是它反光你看不到 我觉得两个都有 如果很赛的话那反光你看不到 对对对 这个是老Vios的问题 它的那个Meter的那个玻璃 玻璃哦 是这样子的 是曲棉的 有一个curve的 然后太阳照下去的时候它会反射 看到变到你看不到 你真的只可以看到下面那个小小个的screen 那个要学完全部东西耶 全部info 然后还有这样小个 所以其实你驾车是会分层一下的 会 你要特地看下去下面 但是这个的话就真的是好很多 很大个那个号码 我开了那么多车 什么brand的都好 都是用这个screen的哦 其实这个screen我是喜欢的 我觉得它除了有亮度 可以再高一点之外 它好像没有缺点的 对 这样的Synvios有什么feature是你觉得 你很想要的吗 哇 肯定是中间那个 放手臂那个 哦 那个arm rest啊 这个arm rest在后面 我驾车的时候只能放大腿 不知道我的手 原来它太小个了 而且这个有冷气在后面 虽然讲后面很少人坐啊 我的车也是 但是有好够没有哦 你几岁 我22岁 22岁 这样你会不会很care那种carplay啊 什么东西 会啊 这个现代人一定要为 如果没有waste的话 只能很难去其他地方 这样的 Wireless Carplay 会不会是你要的东西 肯定 这个肯定是要的 插着那个很麻烦耶 虽然讲可以charge电啊 同时间 但是你每次上车要插一下 这个的Wireless Carplay 会不会就是 错到你的那个电 会 最重要是那个大screen 够舒服 这样的safety features的部分呢 因为你这辆 呃 它也是有toyotasafety sent没有错 可是它就是很basic的功能哦 就是它可能是那个lank keeping 然后AEB那些 可是这辆就比较富 很像它有ACC那种 ACC这个function有用 尤其在highway的时候 因为我试过从Bineng驾回来KL 就是我那时候驾的车有ACC 哇 真的是解放双腿的好用 所以你是有试过ACC这个feature的啊 有有 会不会有一种试过了回不去的感觉 有呗 其实我在highway的时候很想有那个function 不然的话 脚一直在踩那个油门啊 这样子的话 但ACC啊lank keeping这种东西啊 会不会是你买下一辆车 你要的东西 一定要有才会买 一定要有才会买 不然然后很像很old school 的车啊已经 现在的车几乎上都会有 现在的车基本上都有啊 连MyV都有了 对然后还有这辆车那个360啊 比那个轻很多 那个是有一点 360p 还是比较猛 对这个好像应该有7201080 如果OK 你讲这个是360吗 360p嘛 这个是720p嘛 其实跳了一倍了耶 真的轻很多啊 那个真的是很猛一下 但是也是看到东西啊 对这个我我我赞同 因为其实这辆车刚说的时候 我们开的时候 我就很讨厌它的360 它有好像没有这样 但是还是有帮助我 那种格子 那种格子真的是看到出来 啊多少有帮助 可是这个就很轻 对 这样子在这个空间表现的部分呢 空间的表现 尤其是后座 这个比那个好很多 那个后座的话 其实坐两个人是刚刚好 坐三个人的话很挤 因为我有一次跟朋友上远顶 他们坐在后面后拍的话 真的是会顶到头啊 坐后面的人 尤其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凸起特别高 这个比较矮一点 嗯 而且这个后面冷气 后面就不会这样热哦 嗯 虽然讲那个冷气也是很冷一下 很大风 可是就是它冷气在这样冷 可是后面的就是有线哦 对 这样都是有一个后面的那个触风口 会是比较好对不对 对 这样子好像overall来讲 你对这辆车的评价不错哦 对我觉得可以给8.5分这样啊 嗯8.5分 这样你自己的叻 应该有7.5啊 差一分啊 差一分 差很多 满分十分然后差一分差很多啊 对 差不多十分了 嗯 这样好像脸上很满意这样 Trek in 啊换这样 不可以啊 刚驾不久不好 嘿嘿 这样关于你的Vios哦 Engine的部分你满意吗 动力不是很满意 动力不是很满意 其实动力对男生来讲 怎样都不够哦其实 除非电车 电车 电车也是有马力不高的电车的 起码都高过那个107hp 我必须讲老实话 有一些电车的动力是真的不够他们来的 差不多在这个segment的电车哦 通常动力都不会太强的 它们只是赢在它们起步很smooth啊 其实实际你要lap它的话哦 这种车还是比较快一点的 这样子的话 我要讲的是哦 很多人会讲 新款的Vios不如旧款的Vios 你应该有听过啦哦 有有 马力的部分 因为你的是107ps 140mm 就是106mm 然后138mm 对 可能看了推步这样是不是 对 但是我听讲它的Tesraff来讲的话 这个快那个0到100秒 对 这个是Toyota的工程师跟我们讲的 他讲他们有实际去测试 因为这一个车它换了新的DCVT嘛 可能讲它超了一点 但是实际它的效率会比旧的CVT更好 所以虽然讲它的动力低一点点 可是他们去试辆辆车的0到100 那辆大概是12秒 这辆是11秒左右 信吗 不信不信我们去Tesraff 你只是想下这辆车你就讲啊 可以啊 可以我带你去试驾 OK 怎样 你开了一段路了对不对 有什么感想先 然后跟你的GRX比 而且你的GRX哦 还要是这个GR调校的Suspension 你觉得有差吗 我觉得有差 那个Suspension真的不要听 刚刚我们过那个盾哦 真的没有这样弹跳 可是这个是 它的suspension比较软一点 然后还有它那个engine 调校应该是 这个好像反应比较慢一点 可能是你对CVT原因是吗 可是其实它加速是快的 对 你感觉它踩了 它好像不会去这样 可是你看 mieć它上跌了 后面又会快一点 因为它这个得到一下 �巴没有点是 它前面是CVT 后面是有牙的 你的 CVT 它就是一个钢带 钢带吧 可是它后面是有牙的 所以当你高速的时候 它会切去那个牙 所以你的那个速度会更快去 但是你的 RPM 会更低 油耗会更低 然后你觉得主要跟你的 Vios 相比 它的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 这个 steering 可以调上下前后 对啊 那个只可以调上下 这个前后对那种身高比较高 人比较有靠 就男性驾驶的 然后椅子你喜欢吗 椅子我觉得 因为我那个比较 会有包袱感一点 这个比较大张一点感觉上 但是就是做长途还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 腰部支撑也是有 腿也是OK 然后后面刚刚那个腿部也是支撑比较好 我刚才坐后面 就是它的椅子 椅垫是比较长的 前一点点 我有发现到旧款的就是它的椅垫是短垫 所以你坐后面可能会没有这样舒服 对 我的脚会好像吊着 可是它这个是支撑到完的 然后如果是想在这个底盘的部分呢 底盘的话 感觉这个比较扎实 因为我刚过那个corner的时候 感觉就是我们 它不会这样松动是不是 对 因为之前我们驾驾车的话 会感觉那种棒的感觉 就是会被甩出去 这个是不会啊 这个底盘比较扎实的 因为新的底盘 它主打的是低中心 因为如果你的车你要handling好的话 你重心就要低 你重心越低的话 它就越贴地嘛 所以这辆车的那个动态表现都会更好 你知道这辆车的离地高度多好不好 我看到是很低的 138mm 这样就是高一点的盾都会可能挂到是吗 这样不会 因为它低 但是它是有一个那个角度的 这段期间里面 我觉得基本上它都没有哪一个问题在 就是撞到东西 因为我住的地方不可以交流很多盾 那边超多 对 所以我觉得我都没有一到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好 以前很多人控告Vios没有handling的嘛 除了你的GRX 因为GRX真的是它的tuning线完全不一样 它没有调教过 对 就是普通的Vios没有handling的 可是这一个就是 它再拿到一个balance 它有handling 可是它又舒服 我觉得它兼顾的就是 一些男生喜欢spotty一点 可能女生比较喜欢那种舒服 它就需要一个balance在中间 对 就是女生开它可以很自在开很轻松地开 可是男生开的话 又可以去enjoy它的handling 对 同时兼顾两个群体哦 这样你觉得你跟你的车比handling 你会喜欢哪一个 我比较喜欢这个 那个底盘真的比较扎实 就真的是感觉不一样 那个真的会 好像你过一corner的时候 你会比较 没有这样 有心心 对 你的心没有这样定 这个就是 你会觉得它今晚很sharp 那就那个steering就会有指向性 它的steering指向性很好 对 这个是 我们讲没有用的啦 你是要丢给那种 现行Vios的车主去试了之后 它才可以跟你分享到这种东西 然后才会有比较可行度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test drive 才知道 是 因为像我们讲的话 他们就讲 你什么车都讲好了 车评人什么的 什么车不得了 是 有这样的钱收咩 因为以前 Vios比较偏向家庭车 现在好像比较多年轻人的一家 是 所以它群体有点改变 群体是改变的 然后 像你这样 你都可以买GRX GRX不便宜的 90多千 整百千 不是我买的 可是你开吗 可是你觉得它们两个的差别啦 因为GRX是Handring最好的版本了嘛 GRX跟这辆比的差别会带到百分比较 我觉得有 二三十百分比较 对我来讲 二三百分比较很多下 多啊 OK HELLO HIGH 你有发现一个点吗 你来到这种比较 可能是比较highway的路段了嘛 它的动力就出来了 对 因为在慢的话 它可能带速上会比较 它可能柔和一点 比较smooth一点 可是你一上到比较高的速度 你现在是55-56 OK 你会感觉到那个力就 不会像之前的Vios 因为之前的Vios它是 太过smooth 它没有一个很好的 爆发力一样 对 这个的话你踩下去你看 它就会有速度会上 80了 该55一下一下 80了 但是你会感觉到 那个瞬间 它就瞬间上来了 所以我跟你讲 其实它是快的 对 虽然讲它的马力表现 是弱一点 但是其实 它真的表现上面是比较好 嗯 叫我轻松个车 嗯 而且这个Blind Spot Monitoring 有那种声音 pickpick 对 可能也比较准一点 like我之前的话 那辆车 它有时候Blind Spot 不会detect到 它detect到也没有声音 就很难知道 到底有没有人 我们现在在Brusha Jaya嘛 Brusha Jaya可能还好 你在Kaya的时候 那种Motor下出来的时候 对啊 他们晒了晒去啊 第一时间反应到 你听到声音其实更快了 嗯 你是在上面读书是不是 对 像上面应该更多做Motor 会吗 很多改Motor啊改车也是 弄断晒了晒去那车 它就是有这个BB 因为就是要讲你 你没有看到它在闪灯 你听到BB你也知道 就有错了 左边或者右边 满意吗 满意 换车 No 哈哈哈 OK影片的最后 你来一个总结一下 你觉得这个新的Vios 对比你的Vios 有什么点改进很特殊 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我觉得 总体来讲真的是这辆车更Digital 嗯 相比起旧款的 好像跟以前一样都是比较传统的 因为纸针啊还是什么东西都好 就新款的话完全Digital 我觉得 很建议大家真的自己去showroom 看一下内饰跟外装都好 然后你们可以box一下test drive OK 没有试过你永远都不知道对不对 是 你只能往上看 道听途说 这样你驾完了之后 你有什么很想跟大家分享 你觉得是它最好的东西的 就是在驾驶的部分 驾驶最好的部分啊 嗯 那么一定是它的底盘 OK啦 底盘handling是很重要 对一辆车来讲啊 如果没有handling的话 你整个没有信心驾驶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它换了新的平台 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嗯 你都很trader一下 哈哈哈哈 没有开玩笑不好 OK 这样子 你刚才有讲吗 你before你去驾上车前 你讲你会给到它 8.5 8.5 这样现在驾完过后 你会维持还是会降低分数 加0.3 8.8 8.8 我还更加分 华人喜欢的号码 华人喜欢哦 以后发就对了啦 对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 Vios的这个车主的方船 那么大家对这个Vios有什么看法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影片的内容 然后影片的最后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见啦 拜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